一股携带闪电和风暴的强降雨 昨晚横扫我国半岛北部地区 给多个地方带来巨大的破坏 居民损失惨重 在吉达州日德拉一名摩托骑士 为了闪避被强风吹落的屋顶新版 没有留意到后方的一辆轿车 最终连人带车被撞倒在地 男子当场宣告不至 这起意外星期五晚上 发生在吉达日德拉的一座清真寺前面 吉达州总警长在奴断政时 死者是现年27岁的男子Masia Cheo Ma 据了解事发时死者骑着摩托 不料一股强风将附近建筑物屋顶的新版掀翻 随后击中死者 死者在闪避的同时 因为没有留意到尾随在后的一辆轿车 结果连人带车被撞倒在路边 警方确认赵霍司机是一名62岁的老翁 由于伤势严重 死者当场宣告不至 遗体随后被送往日德拉医院进行解剖 吉达校长局在一份文告中说 暴风雨也造成树木被吹倒 不幸砸中一辆多用途修理车 造成车内的八个人受伤 镜头转到佛罗交仪 暴风雨威力惊人 给当地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有七个肝膀 十亿户住家的屋顶因此被掀翻 吉达州民房部队总监阿王阿斯坎大中校 接受本台的电话访问时透渡 交易的雨势减弱后 善后工作已经从星期六 凌晨十二点陆续开始进行 在刚才有空事件市变得幅 rated户 已有先至10や十年 很多监制择以到 担保安传选择 第一部合法围 保护医院 支部人 保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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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合法围 和支部人 提供 提供 为了加速善后工作 当局一共派遣了多达103名民房部队人员和官员 分别前往哥达市达 古邦巴塑 福罗交集 沿县 本铜县 西县和居邻的灾区 展开接地式的清理工作 此外这次的救灾行动也出动了三辆消防车 三辆越野车 三辆罗里以及一辆客户车 公众受粗不要散播任何与风灾有关的照片 录像等任何资料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